这个视频教大家怎么打大头 就是黑神王悟空里边的这个幽灵 我之前死了无数次 开始不得要领 后来得到了要领 结果在PC上打了几把就过了 现在是PS5录制的 没想到也是一把过 打这个大头除了要有一定的身法 对他的招式要有了解之外 更重要的是天赋点 技能点的分配 有几个是必须要开的 我们先从技能点开始 这也是我最开始一直打屋 不过的主要原因 如果你的天赋点也加错了 可以在土地庙重新分配技能点 这个技能点有几点 一个是要出现二段棍 就是右下角能出现两个点 能续两次力 然后在这个P棍式的右侧那一列 前三个都要点开 另外还有那个定身术 那个定身法左侧第一个 要给一到两个 剩下的可以看着加 或者加到增加体力气力上 好 下面正式开始 前面两个小楼楼可以跳过 但是这个最好打一下 续两段棍立 然后一次释放 308斤 然后在这个位置提前续好力 先确保体力条是满的 然后续好力 掌握好距离 然后直接冲它面门 冲它正面 给两个点的棍位输出 然后一堆轻棍 在它快醒的时候 给它来个定身法 然后再紧着一波小棍 然后再随着一个大棍 直接给它打哭 然后看自己的体力条 不行了 快没了 赶快跑 碰到这种如来神掌 必须得向左或者向右 平移躲闪 这个boss攻击力很强 估计也就能接得住三四下 另外在打它的时候 千万不要蓄力 可以通过完美闪避 来增加那个棍石条 棍石点 另外这个大头有一个必杀技 那就是单手扣地 扣三下 每次范围增加 有时候扣四下 然后最后那一下来个如来神掌 即便是我们躲在石头 或者树的后面 也是能批到 所以只能向左向右躲闪 打这个boss 我的宗旨 那就是当个老六 尽量不要上前攻击 等待他攻击 然后等等那个定身法 有了定身法就来一波 轻攻击 连续的轻攻击 加一波大的中攻击 给他打的仰角淘天 然后再来一波输出 如果还想打得爽一点 可以切换刀狼 就那个灰宝火的广制 可以用广制的打招 来回的穿梭 可以给他穿帽样 不太适合 这是先打完广制 再打这个大头 如果还不会打广制的 后面我再和大家分享 下面说说 怎么躲避大头的硬币 大头如果跳起来的话 这个攻击有时候得连续跳两次 闪避这招是需要练的 靠别的都没用 找感觉 我目前用的是PS5的性能模式 出去平衡 或者发射应该也没给鼓 主要是看BOSS的前摇 看他想干什么 得记忆他的前摇动作 然后再决定 用什么样的输出打他是躲是打的 另外打这种BOSS 千万不能造成 你看血块没了 你就乱了阵脚 千万不要这样 每个BOSS他都有他的输出方式 也有他让人输出他的方式 一定要找到他的控制 肯定会有空打 他让你攻击的时候你攻击他 他不让你攻击的时候你就躲 这个道理我们小时候玩八位机就知道 一定要沉住气 该躲的时候躲 该攻击的时候攻击 然后慢慢的磨他 从90%磨到70%磨到50% 哪怕是最后剩个10%了 也要忍住 还是用这个老规矩慢慢的磨 这个BOSS他也是AI 他都有一定的规律 找到他这个规律 其实就好打 你看我在PC上打过BOSS之后 在PS5上一把通过 我都没想到会通 只是随便练练玩玩 竟然通过了 就是PS5的难度要一样 应该不是 应该是一样的 只是我会打了 会打了就永远会 我要不会打 20次 30次 40次 都是他 好 以上就是本次视频全部内容 个人的一点点小经验 给各位参考